给兄弟们推荐一个检验自己任雷技术的方法 你们来到特训岛的投掷训练里面 看到面前这个矮围墙没有 人物不能越过这个围墙 然后往后面的拼图楼各个窗户丢雷 挨着来总共这14个窗户 每个窗户只能丢一颗雷 看看你能丢进几个窗户 很多兄弟可能觉得巨简单 但真的这么简单吗 来到这里你会发现 即使自己贴着围墙站 守雷也是飞不进任何一个窗户的 因为距离太远了 所以兄弟们必须用走炮雷 就是往前走的过程中把雷抛出去 或者先松开开火键再往前走 多给雷施加一个向前的加速度 让他飞得更远 而走炮雷就是能检验一个玩家丢雷熟练度最好的方式 因为走炮过程守雷落点是动态变化的 所以你必须要抓timing 就是抓较为准确的抛出时机 才能让雷精准落入窗户 或者狭窄的缝隙 丢早了或者丢晚了 或者守雷抛物线的弧度不对 或者提前松开了前进键 总之出错了一点雷都是丢不进去的 好到这里兄弟们了解了走炮原理 就可以暂停视频 驱特运导尝试下 你能丢进几个窗户 尝试后的兄弟可以在评论区说下 你总共丢进了几个窗户 看有没有10个以上的高手 好刚才我提到14个窗户 中间这两个我为什么加上去呢 那是因为这两个窗户实际上距离更远 因为外面还有阳台 所以这两个窗户想挑战兄弟也可以试试 看看自己最多用几颗雷 便可以征服这两个窗户 接着我们还要再进阶一点 更加考验兄弟们都来了 看到拼图的最顶上这个门没有 对于我们依然不能遇过面前的围墙 所以即使你用走炮雷 也很难让雷飞到这个门里去 最多就是丢进中间这种窗户 因此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再结合跳炮雷 跳炮雷有一个非常关键的点 一定要先松开开火键 之后我们再按跳 这样才能让雷在我们起跳的最高点炮出 从而让雷飞得更远 如果我们先按跳再松开开火键 你们会发现我们的投资炮火键会急速回退 这种雷反而会丢得很近 原理在于和平的设定是 松开火键瞬间投注不是同时脱手的 而是有一个由后往前抛的动作 之后投注才会脱手 所以我们先松开火键再按跳 就能把手雷脱手的瞬间 卡在跳起身往上冲的过程中 这样手雷才能获得起跳带来的向上加速度 刚才提到走炮雷可以施加一个向前的加速度 所以把走炮雷结合跳炮雷 就能给雷多带去两个加速度 让雷飞得更远 这样丢顶上的门就很容易了 怎么说兄弟们 赶紧去特训导检验一下你的任雷技术哈